在您关心最新意外现场 西美市淡水在今天有一名19岁女子 骑车回家时疑似车速太快了 不小心打滑 撞击路边店家之后倒在地上 失去呼吸心跳 而后方的男性友人 闪避不及也跟着摔倒 详细情形把时间交给记者杨佩芸 好 主播各位观众 可以看到两台机车倒在路中央 车壳碎裂物品也是散落一地 那么警方到场呢 事先在现场摆起了交通锥来进行财政 就在今天凌晨2点多 一名19岁的陈姓女子 和另一名陈姓男子呢 两个人是同事关系 上月到淡水来吃宵夜 没想到呢 回家途中行经淡金路三段 往三只方向时 现场是一个下坡的S型弯道 疑似是车速过快 加上下雨打滑 女子直接撞向路边的槟榔滩 人车瞬间弹飞到马路上 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而后方的男子呢 闪避不及也因此摔倒 那么警方表示呢 根据车祸现场来看 女子自摔打滑的可能性是相当高的 而且车速不慢 首先女子被送医急救之后呢 已经恢复了生命迹象 而且经过抽血检测 两个人都没有喝酒 至于详细车祸原因 还有在警方调阅附近监视器来厘清 那么以上是为你找不到 今天消息一张盛篷